Hello 大家好 我是Jo 今天想帶大家回到Hammerhamster 看兩房兩次的Apartment 這個Apartment位於屋苑 其實之前有介紹過的 叫做The Gate 在Hammerhamster的市中心 之前有介紹過一房 今次回來就想介紹過兩房的Apartment 可以給大家比較一下 我們現在就喝了一杯咖啡 我們就準備去看看 裡面的Apartment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未進去Apartment之前 我們都看看外面的大廈的外景 和周圍的環境 其實這個就是Apartment的其中一棟 屋苑其中一棟樓 你看到也是很普遍的 這裡可以看到有個類似的 就是地下的停車場 我將去看的Apartment 其實兩間Apartment都跟著 地下停車場的車位 我們進來這兩房的Apartment 首先看看圓關位置 圓關位置 圓關位置其實都挺闊的 也有差不多三尺多至近四尺 還有來講 建圓關位 還有走廊位 還有客飯廳 其實都鋪了Lamonade Floor 還有這個整間屋 都是有Underfloor heating 即地暖 所以其實來講是相當舒服的 進來後 我們首先看看這個 建的左手邊 左手邊有一個很大的 storage 因為我們準備了一些 倒閉的工作 所以都放了很多東西 其實一個小房 可以做 storage 可能放一些雜物 特別是吸塵機 甚至乎不同類型的雜物都可以 而建的右手邊 這邊有洗衣機 乾衣機 這是發展箱包裹的 你看到其實它旁邊 也有少許其他的儲物空間 這裡其實已經安裝了很多 譬如這裡的Wi-Fi 已經有兩間不同的Wi-Fi 供應員 也很方便 譬如租客進來住的時候 就需要打電話 很快可以接駁 這邊就是一些 Fields box 以及一些 Meter reading 因為這個是用 Underfloor heating 這一個 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 Hitting system 而且這個位置其實也挺大的 也有多少少的 Extra storage 整體來說 質素 例如地板 和牆身 質素都相當不錯 它這裏前面 上面這裏 就是不是一些 Spotlight 比較簡單的 Sealing light 其實我跟業主說了 希望可以換一個 比較靚小小的 比較靚小的 吊燈 比較靚小的 就看來效果會更靚 其實我們都買了 就準備on了 接著我們再進去 就是客飯廳 以及加上 Open的廚房 其實可以看來 現在 所有的新屋 都是類似這樣的 Layout 都是這樣的間隔 就是一個比較長型的客飯廳 其實這個報告也很分明 你可以見到 這裏來說 其實尺寸 也有 差不多接近300呎 280呎左右 連續廚房那邊 我看到 譬如這裏 很明顯 可以放電視機 或者是TV stand 它已經做了所有 Socket 位置 而這裏 可以放置 梳化椅 可以放一個比較長的梳化椅 也沒有問題 這個位置很闊 前面可以放茶几 而由這裏 在電視機位 和收法椅位 其實都有14呎 相當不錯 而這裏 其實在這裏 相信可以放一個餐桌 而上面 你見到 上面 製造光燈 看來相當 modern 空間感 都相當不錯 還有 我也有留意到 他們製造地板 還有長身的質素都不錯 看不到有些木板 都不會有些特別的問題 那我就再看看 鋤房 鋤房 其實是U型的鋤房 也挺好用的 還有上下面 都是裝了一些很 modern 的廚櫃 是淺灰色 加了一個 就是那個 Lamonade的Wattchop 你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Lamonade的Wattchop 都是比較薄 是現在比較流行的 雖然看來是挺漂亮的 雖然看來是挺漂亮的 但是我都看到 有一個 就覺得不太好的地方 因為 Lamonade的Wattchop 你見到這裏 有兩個接駁的位置 一個 和這裏一個 因為這裏面是膠板 但裏面是碎木 其實要注意使用 如果有些水 如果掉進去的話 就要馬上清洗 如果不是 水可能會滲進去 木裏面 可能會漲 可能對Lamonade的Wattchop 就不太好 而且這個 本來是挺漂亮的 這個淺灰色 配襯白色 類似雲石紋的Wattchop 白色這類 有好有不好 我覺得 可能深色少少有好 如果用久了 就不太容易殘舊 如果看看 另外有個問題 就是 你見到下面 這裏有兩個孔 譬如 這個孔特別大些 譬如 可能 這些層 比較容易走進去 這就是設計 我覺得有點美中不足 我們也看看其他 譬如 服務器 其實都挺好的 譬如 這裏有一個Oven 它也是用 Sanluci 即是意大利 一種OK的牌子 全部都是 電磁爐 還有 這裏有一個Extrater Fan 我們檢查過 Extrater Fan 其實有隔油紙 還有另外一個圓形 一個放進去的濾濾 都可以的 我們檢查過 才出租 當然是 有一個 譬如這裏就是 晶盤 都挺好 一個半 一個半就好些 如果對於兩房的物業來說 大小小的晶盤 其實就好些少 接著 這邊 就是有個 我最愛的Dishrosher 都是Sanluci 都是意大利的牌子 我們都檢查過 全部都是合作的 這邊 就是有個 即是適合的 雪櫃 下面就是冰櫃 整個 除火來說 真的挺漂亮的 你看到 這裏是Gloss 和淺灰色 感覺上是挺漂亮的 我們用另一個角度 看看整間客飯廳 還有這個屋 還有一個露台 我們出去露台看看 露台 露台 這裏大概有四十多尺 也鋪了一些石 其實景觀都很開揚 下面可以看到內圓 這個屋苑 住客可以下去使用 但這邊可能有個地盤 也會開始建屋 所以景觀都會被人阻擋 但暫時來說 景觀都算是挺漂亮的 其實在酒廊和洗手間的位置 其實都有一個 平常的步驟 其實每一個位置 都可以調校適合的溫度 相當不錯 我們首先 不如先看看 家庭房間 在客飯廳旁邊 就在酒廊 可以看到 現在的洗手間 即是新發展商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這個洗手間 其實一個尺寸都不錯 都有差不多 即是六十多至七十尺左右 這裏做了一個淺啡色的地磚 是比較大一點的 這個你見到 其實它的瓷磚 都是做到上頂的 即是這個洗澡位 它有浴缸 它這裏有一個 都算是 modern 的 淋浴設備 但是我覺得它沒有了 沙頭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新屋 都會加一個沙頭 即是像 Rainforest 沙頭 那樣 洗頭 有些人比較喜歡 這個就沒有了 就有點不太好 你見到這裏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位置 就是沒有了鏡 沒有了鏡櫃 因為你見到其實那個儲物空間都不算很夠 這裏絕對是需要一個位置 在安鏡櫃 其實我們也買了 就準備幫業主安鏡櫃 在這個位置 這裏就有兩間房 我們首先看到第二間房 這個第二間房 其實兩間房都是安地毯的 其實地毯的質素都相當不錯 是淺灰色的 而且你見到每間房 都可以調整這個溫度 都是一個簡單一點的 就是調燈 其實現在這個 其實我們就幫業主加添了一個燈罩 因為出租物業來說 都是需要有窗簾布 和那個燈罩 不會只有一條白色的燈 好像這個一樣 之前就是這樣的 我們都加了一個燈罩 感覺上比較美觀一點 這個就是給它特別一點 它就是兩個長型的窗 這個窗 其實就準備會是幫它加回窗簾布 但是因為就少少特別 因為它這個前面的位置比較短 都要買一些比較特別 就是那些窗簾的棍 這樣才可以 這間房其實的尺寸也不錯 其實有八二三尺 也都是在這裏來說 這個位置 相信就預了給它做一個入場櫃 都可以做一個很大的入場櫃 我們現在就去這個主人套房看看 說明主人套房就會有套廁 首先來看這個主人套房的尺寸 大概是100呎鬆一點 反而感覺上就沒有旁邊的房那麼大 你看到這間 我們都已經幫業主 已經加了一個很漂亮 淺灰色的燈罩 大一點點 現在是流行的 也安裝了窗簾布 這個淺灰色的燈罩 其實是 你看到是 撞出的 也挺好的 這邊 其實就有一個很大的鏡子 的fitted wardrobe OK 那就 挺好的 因為其實都需要有鏡子 因為現在我發覺有時候 有些發展商 有這個fitted wardrobe 但就未必有鏡子 這個就是鏡櫃 另外一個鏡子 也挺好的 也挺好的 就是燙櫃 就是燙櫃 那一隻 上面可以放一些 可能手袋 有一個層格 這裡就可以掛衣服 這個都挺大的 還有這個就有一個套廁 這個套廁 跟剛才旁邊的 Family bathroom 差不多 這個風格也是 這個位置 就有一個棋缸 棋缸 都是鋪到上頂的 是淺啡色的 瓷磚 都挺漂亮的 一般 這個一樣 就有一個 淋浴設備 沒有一個sour hat 就是沒有一個 extra的 就是好像那些sour hat 其實這個我就覺得 不是那麼好 還有這裡一樣 這裡沒有一個位置 可以放東西 上面這個位置 就是可能放東西 可能在這裡 但其實就 最好一樣 這裡加一個鏡櫃 可以加一個大小小的鏡櫃 可以增加一個儲物的空間 基本上 這個主人套房的廁所 的尺寸都不錯 都有五十幾尺 還有一個 企光也非常大 OK 基本上 我們就看完這個物業了 OK 剛才帶大家 就看了這個 在位於Hammerhamson The Gate 的一房 和兩房 的單位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首先講一下這個 屋苑的location 就很方便 是位於這個 Hammerhamster的市中心 其實正確來說 就是位於這個 Hammerhamster的 新城和舊城的中間位置 所以買東西 都很方便 你可以去 比如去舊城那邊 就有一些很漂亮的 很有特色的 古色很香的 就是一些英國的Pub 很少這些 還有一些特別的 有個性的餐廳 另外 新城那邊 就是一些很大陸的牌子 像Pymart H&M 或者Mark & Sensor 一些超市 所以其實就是 一個很方便的位置 還有想說一下 這個 The Gay的發展商 這個發展商就是 Hill H-I-L-L 是一個中型的發展商 來的 他的發展的項目 通常就是在倫敦區 或者是倫敦周邊的城市 其實這個發展商都獲獎 不過剛才我們看的項目 The Gay 我相信因為是市場定位 例如Sanuzzi 一些標準的意大利牌子 Raptop就是Lamonade 還有臨浴設備 是一些普通用料 可以說是 還有裏面也沒有鏡櫃 不過其實我都發覺 現在很多 我最近收一些新樓 很多都是沒有鏡櫃的 基本上他們都是想看 你屬於上安哪一類鏡櫃 你就自己搞 我剛才所說的 市場定位問題 所以你看到都是標準 但是手工來說算是不錯的 不過我都發現 有些是有些東西要偷漏 但是都沒事的 我們就會報告給這個 customer service 知道 他就會來約一些 contractor來偷漏 還有他都有 兩年的保養 保養 譬如你 如果是有些 不是你自己的 塑膠 有些東西是爛了 他都可以幫你回來 維修 和修 都算是不錯 在公室裡 譬如有些 挺好的優點 賣點 就是有 underground heating 以市場定位 有地暖 其實都算是一個 bonus 還有這個 underground parking 大家很關心 譬如它的回報率是怎樣 按照我所知 剛才那個 Apartment 一房的 Apartment 現在市價大概是 260k左右 現在我們出租了 一房單位是 1050英鎊一個月 而兩房來說 大概是 370k左右 市價 我們出租了 就已經租了 1,350英鎊一個月 其實這個回報率 都有4.5厘的 都不錯 當然 我還未知道 Service Charge 是多少錢 但我覺得 因為那裡 都沒有 Concierge 相對來說 Service Charge 應該就不算很貴 我估計 如果扣上Service Charge 可能回報率 大概是 4.2厘左右 在倫敦區 4厘以上的回報率 算是不錯 而且 發現這個地點 因為也是新的 所以都很容易出租 其實我們收到鎖匙 當天來看 檢查一下 整間屋的情況 看看有沒有一些 倒閉 跟著 其實我們同事 都會拍照 還有拍一個簡單的影片 其實第二天 就已經是做廣告 做完廣告之後 反應都很好 我們出了廣告 第三天 就約了一些 有興趣 租客去看樓 其實基本上 看了一天的樓 就已經出租到了 前前後後 由他收鎖匙 到住客搬進去 都大概是14天 或者是不用14天 這件事相當之好 起碼可以說 業主很快便可以有租收 投資者也希望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發覺 剛才的兩個廣告 就是剛才所說 都很容易租 相對在隔離 譬如隔離扶 聖阿奔 聖阿奔 是可以說 屋價和租金 都可以便宜一段 我想聖阿奔 大家都聽過 在隔離 因為他的環境 和市中心 挺漂亮的 最主要就是 因為他的效果 相當不錯 例如好像 AL4 AL1 所以很吸引 有小朋友 家庭 喜歡住那邊 而Hammel Hamster 相對來說 可能對一些 比較年輕的 結婚 或者Yarm Professional 還是Single 這裏來說 因為交通都很方便 相對來說 便宜一些 所以對於他來說 都是很吸引 如果做投資租來講 都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OK 今天我們的分享 就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觀眾 就可以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們的英司的影片 多謝 拜拜 我們在倫敦 曼城 利物浦 白銘漢 提供全面的物業管理服務 也有幫助海外的投資者 在英國置業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們的網站 或者是電郵我們 去了解更多的資訊